中国移动为什么能利息成为三大运营商的龙头 2019年底 移动的手机用户突破了9.5亿 而连通和电信加起来也不过7亿 移动一家就拿下了通讯服务的半笔江山 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 1999年中国电信启动了企业改制 分离了一部分员工 才有了中国移动这个公司 怕是很多人都不看好移动 很简单 因为中国电信在国内已经根深蒂固了 你一个分离出去的公司怎么争嘛 但没成想 移动被分离之后立刻又拿下了全球通业务 并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大量建设基站 当拿下了大量农村用户后 移动又立刻推出了神周星和动感地带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全国掀起了一阵中国移动的浪潮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移动在用户基础上就已经显示出了优势 移动真正甩开了电信和连通 那得从4G时代开始说 当拿到了第一个4G网络测试资格之后 移动它没有去建造壁垒 而是投资了巨量子机 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4G基站 第一年建成的基站数量就超过了其他两家的组合 这又怎么不成功 所以抓住了两个风口的移动 才有了今天这个巨无霸的体量 当然很多小卡也会吐槽 三大运营商的一些迷之操作 像套餐书相的问题 营业厅办业务跟手机商不一致等等 像周周之前也是 遇到了手机套套餐更改的问题 客服就一直让我去营业厅办 营业厅又一直让我打给客服 这非常不方便 那不方便咋办呢 其实现在国内的一些迷营运营商 在服务质量上面成长也非常快 其现在和联通共用基站的第四大运营商 全民优打 同样的基站同样的信号 那全民优打就可以自权量号 无线流量等等 所有的业务全身手机操作 它不用去营业厅 关注个微信公众号 就把所有的渗路干了 而且人家宣传成本还低 不需要线下营业厅 也不用养闲人 只用提供服务 所以在整体的支飞上 比你联通还要更低 比如现在最流行的5G套餐 全民优打可以做到9元 你连通最低都得128 这你怎么争 所以除了移动 可以靠自己的体量高枕无优 其他两大运营商 现在都不得不面对一些 优秀的民营企业 和被移动蝉失市场的压力 如果大家第二张卡 都选择了民营运营商 两大运营商就真的该着急了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这周讲故事